好 開始了 您就這樣手準備著 謝謝理事長 不好意思 我們剛提到的是一個大型的老人養院 那我現在 現在 我是想跟您請教一下 像我媽媽現在的這個安養院 是大概50個人以下的 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您有怎麼樣一個建議 還有它的經費方面 我們知道這不是我們個人可以負擔其 這必須養護所有這種的意願 那他們才會把這個事情圓滿 那我把第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是基本上在設備的費用 它主要是印象 再來就是買購買CD 其實這個費用 我認為說對一個安養院來講 它的費用會很高 導師我認為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大概都會 固定一個schedule 它導師的真正最重要在哪裡 它是不是有專業的人員 受過訓練的 比如它護士或者護理人員 它受過訓練過醫生 然後它會用這個人員 這個才是關鍵 因為我在做事情 可能比較 比較就是很直接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們的音樂 跟一般音樂不一樣 你如果身體有不舒服的時候 比如說頭痛 然後它音樂就會反應 你頭會痛 或心臟不舒服 那就是你心臟不舒服 或者身體哪裡不舒服 就哪裡不舒服 你的意思說 譬如說你剛剛說的那四百個人 他們聽了這個音樂 這個百個人會有不同的反應出來嗎 那都不一樣 你身體有問題 它就那個地方會不舒服 它跟一般的音樂不一樣 是 那不是會造成他們的 所以那個是要 非常非常高的技術跟技巧 才有辦法把這樣的音樂能夠弄出來 所以一般 比如說你現在你不懂 你一定說 這個音樂會怎麼不好 因為我都會痛 那我聽了 那我心臟有問題 那我心臟痛 等一下我會痛 其實是它直接反應到 因為它會共振 反應到你身體 你哪裡不舒服 它就哪裡你就會不舒服 那所以我們在推行上 一般人是很難了解 真正的治療音樂 能夠做到這個程度 是不一樣的 那這第一個 第二個要排到 你看四百個人 你現在就知道 我們的 沒關係 你一直到 這樣不行的 要有一個人方忙負責 唉呀 好啦好啦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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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講我看著 好 我不需要在哪 你說 那我的意思是 真正的 比較重要的 說 音樂治療 我們排上去 那個是很高難度的一個 所以 不用小難 是非常高難度的 那一般人是無法去 去了解去體驗的 那我們去排完以後 會從他們受過訓練以後 他知道怎麼去微調這些音樂 那怎麼去把它排好 這個是很很特殊的一個人 但是 當你會用好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感謝你 因為 很好照顧 你在照顧的 會花會很少時間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如果 如果 像我媽的情況 如果 他們這個養護所 他們 沒有這個 能力 跟這個專業 他們也沒有 人去參與這個活動 那我 拿了這個音樂回去 那會怎麼樣呢 因為我只是 我會用最簡單的音樂 讓他聽而已 但是也非常有效 那 他 產生反應的時候 我該怎麼辦 我可能不在那裡 會怎麼樣 那沒關係 就是我會選他 我只會選他最適合 最安全的音樂 但是你可以讓他聽 聽了大概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我的看法 就感覺就會出來 然後兩個禮拜 就怎樣 感覺就會出來 感覺出來 本來是說有不舒服嗎 不是不舒服 有時候他們反而 我不曉得 應該是 他們會有反應 是 那他們有反應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需要去上那課 當他有反應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到 他有反應嗎 不然的話 這該怎麼辦呢 我可以選 最安全的音樂 讓他去聽 不要去選 比較複雜的 我就選 那幾個 你慢慢 你有時候擔心說 他聽了會不舒服 就是 好這張我去晃一天 然後再慢慢 再晃另外一天 然後慢慢晃 不要急 就是不要為了說 想讓他早一點回覆 不要急 慢慢晃 我是建議這樣 那這樣的話 那 了解 那一般坊間 好像 我有看到一些 他們 強調說 他們是 有療癒的 一些 紓壓的音樂 那就等於是那種音樂嗎 也 我們 我想應該講 一般的音樂 只能講說 它有紓壓 那一般 在治療用的音樂 它一定要經過 五年以上的一種測試 那個很年的 我這邊的那些音樂 都 在德國都是五年以上的一種測試 等於藥品 是 它沒有藥品 又比藥品 我們很大的 這樣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您的這個五年的 你給我媽媽的五年的這個東西 它還是有層次方面的 對 所以它是要依照一個一個步驟 這樣慢慢的方便 對 有層次方面的 就是有的 甚至 甚至我可以跟你講 就是說 它可能 如果反應快的話 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以後 它跟你的反應 跟你的 就是去了以後的反應 可能就開始會有 比較大的一個反應 喔 這樣 了解 或者說它比較高興 或者比較 最起碼 在 它不一定會講話 但是它 你從它眼神去看出 它高興不高興 我只是說 你剛說 聽了這個音樂 會反應出來 哪裏會 我們是很清楚 你下午 下午我們有在演講 對 我還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買 他們有了這個音樂去放 結果它有反應出來 但是如果他們沒有去上課 譬如說我 我買了這個東西回家 但是我沒有去上課 它有反應的話 我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對 你以為音樂不好 尤其在很多大眾的時候 個人的還無所謂 你如果是在一個五六十個人的場所放 然後他們一定說 這個音樂不好 不會說這個音樂有效用 是 所以在推廣上 有時候我們希望他們 包括醫院 我們希望他們 都是來受過訓練的 謝謝謝謝 因為它直接耳骨就跑到身體 然後直接產生反應 非常快 所以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那對 對我們個人來說 我們可能沒有去 受這個訓的時候 它會有怎麼樣的 Risk嗎 怎麼樣的風險 應該是不會有Risk 因為我們在 尤其在初期在選的 都是最安全的 就是副作用最少 就是不會影響到那麼大的 就慢慢過來 那我們副作用的 好了以後 我們是要再進一步 對 你如果要進一步 就是慢慢再調上去 把音樂稍微比較強的 或什麼功能的 慢慢加上去 所以也 這種不要急 九十幾歲都不要急 你就慢慢 慢慢慢慢 慢慢 然後也不要 不希望 不會要求說 他要多好 多辦 他要一次改善 然後維持 也很容易 或者心情更好 這樣就夠了 我是建議 先不要去要求說 要好到什麼程度 而是說 他是不是狀況可以改善 然後改善到哪一個程度 這樣 那這樣的話 我是不是要帶老人家 到你那邊去 讓你看過呢 還是不需要 需要還是不需要 他是住哪裡 他是住那個中和 一家養護所 如果能夠到我那邊去 是比較好 但是有時候是方便不方便 就是要帶他去嗎 就是要帶他去 你那裡有電梯嗎 沒有 他直接在一樓 在一樓 那 就是說 可能要幫他做一下檢測 了解一下 然後治療 然後大概 我的看法是 也不是要承他來 然後我就幫你配音樂廚房 我想可能這樣就好 我建議 就是 這樣比較實際 他需要做什麼措施 我就不會 我會跟你做解吧 好的 我知道了 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